那人那神那神功能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雨听尽覆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且看岁月问梦 悔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等永恒 若时间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心弯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太凝润 千看沮丧 从你幸运为胆 春秋长终能与你浪迹红尘 一旦 如果她是冲着我来的 王妃此刻定然已在来宁朔的路上了 快快快快 快点几个人 把车手扶上 快 打开 慢点 快把车手扶下来 小心啊 小心啊 轻点 轻点 走 往里走 你们两个 把她 她到柴房去 给她点吃的 别饿死了 快饿死了 快饿死了 来 王妃是嫁出去的女儿 那这么看来 他们就是从大王宁来的 光丽 你兄妹二人 立刻去晖州来宁州的路上 严查所有陌生的商队 属下领命 大王 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王妃已经失踪三日了 京城内应该早已得到了这个消息 可他们明知道王妃失踪 那个徐首依然定下了七十月兵 好好招待那个徐首 好好招待他 是 三皇子殿下 苏锦儿到 锦儿 外面风雪这么大 你怎么来了 三皇子殿下 我求你救救王妃吧 阿妩怎么了 王妃被劫持了 劫持 锦儿与王妃住在晖州 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结过院 出世以后 整个晖州城全部都找遍了 就是找不到王妃 锦儿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一个人来到皇陵 找三皇子殿下 走 我与您一同去晖州 三皇子殿下不可 殿下守皇陵乃是威母谢罪 擅自离开 必受罪责 此事丞相和豫章王 定会管的 难道要我眼见阿妩身处险境 我无所作为吗 三皇子殿下 这样会落人口实的 恕我直言 殿下已经倒了 你在朝中已没了依靠 且现在皇陵有重兵把守 如何出得去 我答应过阿妩会永远守护她 就算受到再多的责罚 主人 外面天寒地洞 你披件衣服吧 走吧 这豫章王妃果然是角色啊 难怪少主不舍得伤她呢 越漂亮 到雪爷手里越得走样 你想想啊 早先围在少主身边的美貌女子 哪一个又好下场 少 少爷 你们刚才说谁好看来着 小爷最好看 对对对 再多嘴 小心你们舌头 带她出来 少主要见她 来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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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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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不好了 怎么了 草皇子殿下不见了 草皇子殿下不见了 快点 快点 快走啊 那她干啥 快点找啊 不让一去 草皇子殿下不见了 快啊 快点 走啊 怎么样 素儿 母亲 怎么这么晚回来呀 外弟来了几个朋友 带他们四处转转 皇宫有没有什么消息呀 母亲放心 舅舅已经醒了 只是恢复还需时日 那就好 你妹妹最近可有书信 前两天还托人 让我给她再送几坛梅子酒过去 这孩子都已经嫁做人妇了 还一副长不大的心性 让我怎么能放得下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她就是个混石魔王 到那边没人管了 更是自在 素儿 哪有这般说自己妹妹的 母亲 我这一赶回来 就到您这儿来请安了 身上还一身臭汗呢 要不我先去书信 快去吧 还说阿妩是混石魔王 看看你 哪像个柿子 我知道在您心目中 我永远都长不大 放了 真的是 阿妩 哥哥没用 我能护你周全 你现在到底在哪啊 少主 少主 人带来了 让他进来 进来 走近点 在车里靠着你的身子 很是响人 那时就想看看你长什么样 这么一个 果然是个角色美人 消气得也付不浅的 来 来 都扛上来 这儿太冷了 还替我暖暖身子 少主 出去 出去 少主 他可是小姐 出去 你都快拼死了 还不妄羞辱女人 倒是有些胆死了 你又真要杀我 劫持我的那一刻 你便就动手了 你罪妄之意不再救 我对你很有用 你一时盼怀 是不会伤 有用 确实有用 就要看我怎么用 就要看我怎么用 你说 你那不可一世的夫君 要是知道 他刚去过门的妻子 让一个 曾被他践踏的六盘人 是了真的 他会怎么想 混蛋 可怜的小同学 你知不知道 你夫君的赫赫战功 是怎么来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豫真王一门荣耀之下 是多少人会过功 你胡说 皇后殿下 皇后殿下驾到 参见皇后殿下 起来吧 是 陛下 臣妾有一事不明 想问问陛下 阿妩在晖州被劫持 陛下可知道 阿妩 阿妩来了 快让她进来陪臣下棋 臣一直在等的 陛下 阿妩在哪儿啊 快训她入宫 你这一打岔 阿妩 真都不知道 岂该怎么走了 罢了 还有一事 前几日 紫檀私自逃离皇陵 这可是重罪 如今也是下落不明 陛下也不知道吗 紫檀 紫檀为什么要接皇陵 会不会劫持阿妩的 就是紫檀 你说紫檀被谁劫持了 真是跟你也说不明白 行了 等我找到你疼爱的三皇子再说吧 回宫 恭送皇后殿下 恭送皇后殿下 薛焕 你不是该对皇帝寸步不离吗 你这是去哪儿了 回皇后殿下的话 陛下这几日睡不好觉 夜夜惊醒 老奴刚才去太医处 开了一副 安身补脑的方子 皇帝的药 可是每日在照常服用 老奴 不曾间断 薛岛 算来你也是宫里的老人了 切记 伺候好皇帝是你的本分 也是你 能够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 唯一机会 除此之外 别的不用你劳心 若我发现你在背后给我捣鬼 我可饶不了你 老奴不敢 恭送皇后殿下 陛下 已经派人去找三皇子殿下 一旦有消息 就会把他带来见你 知道了 那小郡主呢 小郡主呢 您的老奴 王妃 你可曾知道 白发人亲手埋葬黑发人 是什么样子 你可曾见过 老若父母 倒在路边 朕一切不败萧綦所赐 我知道 你是人间征战的灿头 我也知道 你是萧綦保卫大城的无奈之举 我更知道 若不是你留盘出尔反尔 找死 少主心里没有小业 我长汉心里有啊 你怎么回事 滚 我满肉 滚 小齐没有错 小齐没有错 小 sanity 我们看到的那个灯绘 又多热闹 我告诉你们 你们想都想不到 有那么多好吃的 这片又 bisschen 我们一家都没 permitted 咖啡 盲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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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n 去 去 去 找死吧 想跑 胆胆冒犯少主 小爷 住手 少主吩咐 布置上他 少主怎么样了 来 小爷 滚 阿妩有消息了 安卫已经查到了下戏 前几日 在惠州城里有一武座 醉酒后滴入江水溺死 正是阿妩失踪的第二日 当日 也有出城的备案里 这武座所开出的一具 病死的男尸出城掩埋 却再没有家人回城的备案 被灭口 那出城的人可查到踪迹 安卫一路追查 终于在网宁寿的途中 找到了蛛丝马迹 他们定是冲着豫章王所去 不过 他们兴许换了身份 暂时失去了线索 虽然如此 他们一日未达到目的 阿妩并不会有性命之忧 我的人也赶往宁朔 自会救他回来 宁朔 我听子龙说 半月前 徐寿奉旨 到宁朔 去送今年的新粮 他可是当年泄猴的门下呀 我知道 没有皇帝的撑腰 他们兴不起什么大风浪 我看皇帝 我看皇帝浑浑噩噩 没多久就是一条死龙 眼下也就是阿妩 太让人心忧了 您说那边该有动静了吧 算来还有几天吧 可保万无应施 二皇子殿下放心 贺兰针身世复杂 他与萧綦有不共戴天之仇 这次谋事 是谢侯与六盘人进双方之礼 必有所得 只要萧綦一死 宁朔大君群龙无首 便不足为虑 贺兰针和他那些六盘余孽 我不担心 我现在担心的是徐树 皇公 你要知道 这枚棋子不是我们自己下的 一旦事成 他拿到兵权 不是养虎为患吗 二皇子殿下 你想要看王蔺了 现在王蔺有皇后是独把朝政 他怎么会让徐寿拿到兵权 这是岂有此理 这帮老东西 一天到晚只会让太子三思 太子三思 要让我三思什么 您得问太子登基那一天呢 让你们一个一个好看 太子殿下 这是怎么了 何事让你弃成这样 阿妩妹妹被劫失踪已经多日 竟然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今日本太子想颁一道旨 调各地兵马 全国各地接封城搜索 定能让贼人插势难逃 找到阿妩妹妹 谁知道 我刚一说出口 一众老全都站出来反对我 就连舅舅都不同意 还冲我发火 太子殿下 你别生气 对 陈杰知道 你跟阿妩妹妹 自幼一起长大 自恃感情深厚 这般老尘们 也是太过迂腐 不知道变通 你觉得我做得对 宛如觉得 殿下重情重义 一鸣决断 日后一定是圣主 我 怪不得阿妩与你交好 要我好好对你 我的太子妃 果然不像那些庸之俗分 给我滚过来 看什么看 把手举起来 我昨天就应该一棒子打死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何必这样对我 也不知道你给少主 灌了什么迷婚药 水源这么珍贵 还要拿来浪费给你洗澡 洗 好好的洗 贺兰珍就是个畜生 你还对她言听记错 再说一遍 我说你家少主 就是个畜生 就是个畜生 徜生 稿 申见豫章王 今室可在 在 属下这叫禀王 禀麾下 豫章王求见 豫章王 今室 请 请坐 听为豫章王从不耗酒 徐茂这里 有从京城带来的好茶 今室远道而来 北地不比京城 荒凉冷色 照顾五周 爱情多饱寒 怎么样 果然好茶 徐某也是刚刚听说 王妃竟是被胆人所见 不知何人竟如此大胆 不过大王放心 王妃不是寻常女子 定能化险为夷 希望如此 说起来 徐某此行竟给大王添乱了 可告令大于天 皇帝虽然已经醒来 但仍卧床不起 太子坚果 恐北境再生变故 遂遣徐某前来 战事无邪 还请大王多多包涵 战事无邪 这国事家事孰轻孰重 萧綦分得清楚 好 卿使 上月 我的岳账受淡 不知您可曾上前讨杯久之啊 在下半月前就已离京 无缘给丞相大人祝寿 甚是可惜啊 原来如此 那么就劳烦秦史 再次静待几日 阅兵大典 必不让秦史失望 好 好 多谢王妃不杀之恩 多谢王妃不杀之恩 豫章王妃果然倾国倾城 喜得白净了 愈发诱人 我会让你后悔没有杀我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想不到 豫章王他杀人如麻 娶了个王妃 倒是心慈手软 有意思 我是不想自己的双手 沾上你的脏穴 你倒是挺会替他说话的 只可惜他好像不太知道联相细语 小爷 小爷 这女的不才生过少主吗 怎么这几日 少主老找他伺候啊 也不怕他再发疯 他敢 再敢动少主一根寒毛 要了他的命 少主会不会喜欢上他了 凭他也配 他不过是少主养的幼儿罢了 过几日便会丢出去喂狗 宝宝 大婚之夜 居然丢下这么个美人自己跑了 就喜欢你这样 杀主 出去 出去 不是好歹的东西 谁也别再进来 没事吧 全天下人都知道你委屈 全天下人都知道你委屈 你何必应承呢 你怕是 还没这么服侍过萧綦吧 萧綦她不要你 你 我都没心情 你这么一次次地拒绝我 你是看不起我 亲使说他们是半月前自京城出发的 京城到宁寿只需十日 他们怎么走了这么久 是啊 告令上都已经定了阅兵之日 他怎敢如此拖延 怀恩 在 你亲自带人 盯紧他们一行的所有人 做任何事情 不阻拦 不打草惊蛇 是 你想让我看得起你 就堂堂正正地和萧綦在沙场上一卷胜风 而不是在这里羞辱一个女人 你这算是个复仇 你也是我复仇的一部分 六盘仙人若知 定会以你为知 六盘仙人 八十年线六盘仙人就已经一会为知了 八十年线六盘仙人就已经一会为知了 今日再多一次又有何方 出生 对 我就是 你个出生 你个出生 若是你的母亲 你的姐妹 你家里的女人 被如此凌辱 你是何等滋味 若是你的母亲 谁都不许替我母亲 对 谁都不许替我母亲 对 好 行啊你 来 再扎深一点 这儿 我若死了 你所有的计划 就都报道了 皇轩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陛下 你该喝药了 罢了 要不 穿太医 是朕老了 在老婆心里 陛下永远是那个刚登基的少年 说起来 已经跟了朕几十年 去导案 朕今日 心里有些难受 陛下 老婆心里也难受 你是不是觉得 朕心太狠了 老婆不敢 老婆知道陛下心里也难受 老婆 陛下 把阿妩从小碰到大 老婆只想说 小郡主 都不能不杀啊 阿妩和子澹 只能留一个 朕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马家的江山 只能对不起阿妩了 老婆明白 你没有知道 从今以后 再没有人 能跟朕下棋了 你们是在教我 该如何办事吗 不敢 只是 王子如果在此耽误太长时间 恐怕会悟了日后的大事 若不是那个妖女 伤了我们少主的救患 小叶 我们明日此时便可启程 此地距离宁寿不过两日较成 不过 你们主上答应我的条件 还得再多加一条 不知王子还有何条件 我要 我只要那个女人 中原女子甚多 想必主上不日便 我只要王轩 主上交代 王家的人一概不留 这次恐怕王子要失望了 请不吝点赞 Sahibさん 王子 素兴 王子 南 走 这是要去哪儿 你们少主呢 我要见他 才一会儿没见 想我了 怎么 还不过来 他们可就要拿鞭子抽你了 出发 这是带我去哪儿 去送你们夫妻团聚 去宁朔 我一直在想 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你说我没有做错 你可知 在此之前这世上 只有一个人 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谁 我母亲 你母亲要是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 她一定会说你是错的 她已经不在这世上很久了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母亲 我懒在这里 我来 我先宁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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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主 前方已达余朔边界 去尝封义 是 去尝封义 未空泪雨 真是你灵花 时间追逐远去的戎马 若思念上勇雅 为何刻在天下 泪刻起情难加 听风哭哑如千丈杯架 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 此曲线已怒骂 归来因你温养 心难这方不想 等沧海洗尽了千花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想泛华 等约海风烟淡花 天涯庆祝贵家 我们再相约约春秋冬夏 为你我 想奉行那一刹那 用一生的步伐 只想奉行那一刀 只想着去牵挂 终为你已懦然舍别天下 沧海就若梦中一刀 等沧海拾尽了千花 与你花前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舍繁华 当沧海与乾坤变化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 冬夏